同学们好 上次咱们讲到 温病的范围和分类 下面咱们继续讲 温病的分类方法 上次谈到 有三种分类方法 一种是按病名分类 就是根据 温病的不同病种 给它命以不同的名称 按照这个名称进行分类 这个命名的依据 有这么几种 一种是根据季节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就是根据季节来分 比如说 春文 东文 春文发生于春季 冬文发生于冬季 就根据这个季节来命名 春天的文明 冬天的文明 再一种命名的依据 是根据主气 主气呢 就是这一个季节的气候特点 比如说 风文 鼠文 湿文 春季 主气是风 温暖多风 夏季的主气 是鼠 鼠热血气 长夏季节 多湿 所以就根据这个季节的主气 来给它命名 还有一种命名的依据 是季节和主气相结合 把这两个合起来命名 最典型的 秋造 秋是季节 造是主气 秋地主气是造 所以它把两个结合起来命名 秋造 那常见的文明病种 这六种 它们的命名依据 是这么来的 再有一种命名的原则 依据这个病变的特点 根据这个病变的临床特点命名 就是说用季节用主气 或者是季节与主气相结合 没有办法命名 就只能根据它病变的特点 比如说 腐蜀 温虐 温一 腐蜀 首先 它的临床表现 是属实 是属实的临床表现 但是它不发生在夏季 它发生在秋 或者冬 秋冬发病 夏天的病秋冬发 那么古人认为 是夏天感受了属蜀 属蜀潜伏在体内 至秋冬发病 这个你就不能用季节来命名了 所以叫腐蜀 是根据属蜀内伏的特点 给它命名 温虐 它有它独特的临床表现 就是说根据内经记载 温虐 是先热后寒 发有定时 先发热 后污 而且定时发作 这叫温虐 就根据它这个临床特点 给它命名 温毒 它也是温病的一种 但是它的临床表现有特殊性 它主要表现在 有局部的红肿热痛 患者除了有急性发热之外 局部还有红肿热痛的表现 这是其他温命所没有的 所以用一个毒字来命名 温热毒血造成 瘟疫 突出这个异字 就是传染性强 根据它传染性强 这个临床特点 给它命名 所以咱们常见的这些温病 就无拘通温病条片里面 涉及到的这十种 它的命名依据 是有这么几个依据 按病名分类 有什么作用 你看 风温 春温 蜀温 湿温 每一个名称 都是一个具体的病种 它有它独自的发病规律 每一个病 它有它自己发生发展的规律 它有它的特点 所以这样我们便于掌握每一个病 从开始有什么表现 我们知道这是风温 下一步它要怎么发展 我们要准备怎么治疗 所以掌握了这个病种 掌握了每一个病的名称 我们就可以掌握它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你要了解它了 对全过程就都能了解 有这么一个好处 便于对每一个病 具体病种 进行掌握分析 再一种分类方法 按发病类型分类 所谓发病类型 这是病变初起的临床表现 是根据 病变初起的临床表现 那进行分类 这关键是在初起 因为什么呢 有没有表证 它只是出现在初起就在了 表证终归也要化热入理 如果不解除 表证如果不解除 也要入理 所以呢 主要是判断它初起有没有表证 一个种类型是初起 有一个明显的表证过程 然后 由表入理 还有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类型 初起 就以理热为主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表证 初起就是理热 深热 口渴 汗出 烦躁 有这一类理热的表现 或者是 就在理热的同时 又有一个短暂的表证过程 这个问题咱们后边来讲 但总而言之 它以理热为主 为什么不定 有的先见表证 有的初起 就明显的是理热 那古人认为呀 这种 是心感 叫心感文明 因为 它感受了外邪 比如说春季感受了风温邪气 邪气是从表来 所以初起就先有表证 为什么有的类型 初起没有明显的表证 一出现就是理热 这个按照传统的说法 是福气有理热 是邪气呀 已经进入体内了 但是当时并不发病 潜伏在体内 到了适当的时机发病 比如说春风 春风就是一个典型的福气文明 它是冬季感受寒邪 寒邪藏于体内 育儿化热 在体内已经化热了 但是冬天它不发作 因为冬天奏理比赛 它发不出来 到春天阳气生发 奏理开泄 里边热就从里向外发 所以初起就是理热 古人分析就把它叫做福气发病 代表说福鼠 冬天秋天它不可能有失邪 为什么这病人一发病 就是鼠失的表现 是鼠病的表现 而且有失 不好解释 所以呢 就用福气文明来解释它 认为夏天感受了鼠失邪气 到秋冬季节发病了 当然这个发病是有外阴的 由外邪引诱它发病 总而言之 福气文明 它的临床特点 和季节的主气不相复 什么意思呢 秋天冬天气候是凉或者寒冷而干燥 但是呢 病人是手势的表现 明显的 它这个临床表现 和这个季节的主气不相复合 所以用福气去解释它 这是一种分类方法 那么按照这种分类方法 咱们把它和病名分类结合起来 在咱们前边 讲过那十种文明里边 哪一类属于福气文明呢 发于春季的春温 还有发于秋冬的腐蜀 这两类属是福气文明 按照内经的说法 温虐也是福气文明 内经不讲了 冬天感受冯寒 寒邪藏鱼骨髓 到夏天发病 那不是福气文明吗 除了这几个之外 其余都是性感文明 都是性感 感受洁气 当时就发病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咱们需要交代一下 蜀温这个病 是发生于夏天 所以叫蜀温 他的临床特点 初启就是理论症 他可以没有表证 叶天氏说 叶天氏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夏蜀发自阳明 就是夏天的蜀病 一发病就是阳明病的表现 身大热 口大壳 大汗酥 卖红大 心烦 尿勺 有这一系列的表现 为什么 夏蜀为什么发自阳明 他是心感文病 还是福气文明 刚才咱们说了 除了春温 福蜀温虐之外 其余都是心感文病 那么蜀温是什么 蜀温是心感 心感文病 为什么和福气文病 特点相似 初期为什么没有表证 请问 他这个临床表现 和他季节的主气 相符不相符 符合不符合 怎么相符 鼠为热之急 夏季的气温很高 气候炎热 那么 首先从人体 生理功能状态来说 是什么状态 一年四季 人体的功能状态一样不一样 不用说别的 咱们就说这个奏理 夏天奏理处于什么状态 处于开泄状态 因为温度高 人要调节体温 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 所以毛孔是张开的 和冬天一样 冬天斗里是比赛的 邪气不容易进去 他这种开放状态 邪气就很容易进去 这是从人体本身来说 另外 从邪气的性质 和邪气本身的特点来说 鼠邪 是什么性质 是什么特点 鼠胃阳邪 它的特点 是热之急 一年四季 没有比夏天温度再高的 也就是说 这种热 如果导致人体发病 它是在热血里边 最热的邪气 它的致病力很强 人体是开放的 邪气又是很强烈的 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 就导致了 鼠邪很容易直接进入体内 不通过体表 不带体表停留 直接进入理 所以初起就见理论症 这个特点 是和它这个季节的主气相符的 所以它不是浮气文病 温定学这门课的考试 这道题长出 鼠问是心感温定 为什么叶天是说 夏鼠老子扬名 那就问你 心感温病 为什么初起是理论症 这道题怎么办 其实这道题也不难 就是刚才那两个原因 一个人体奏理是开泄的 一个鼠邪致病力非常强 两个原因加在一起 所以它发病直接入理 第三种分类方法 按病变的性质分类 咱们前面也说过 病变的性质取决于 邪气的性质 治病因素决定了 病变的性质 那么温病呢 按照邪气的性质 它的病变可以表现为 温热病 和湿热病 这两大类 因为湿热病 它是热和湿 两种血气 热为阳血 湿为阴血 热是无形之血 湿是有形之血 所以它们两个 混合在一起发病 它就出了独自的临床特点 和温热病不一样 所以我们分类呢 把它分成这么两类 为什么要这么分 这么分的临床意义 在于指导临床时间 温热病就是清热呀 再表清洁表热 再里清泄里热 入阴入血伤阴 那么凉血养阴清热 总而言之 从始至终是轻法 或者滋阴 湿热病则不然呢 如果不化造 它不伤阴 你不要去湿 虽然是温病 还需要用造药 你不管是心温 苦温 心寒 苦寒 总而言之 都用造药 所以呢 它治疗大不相同 这个分类呀 是决定了你的辩证论治 那么按照温热和湿热分 湿热少温热多 咱们先从这个说 这十种温病里边 哪种类型属于湿热病 哪种类型属于湿热 湿热肯定是 对吧 湿热肯定是 湿热没错 还有吗 湿热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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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属温 到底是属于温热 还是属于湿热 咱们先说它 属于哪个病种 两边都属于 为什么 夏天的气候 和别的季节不一样 它除了高温之外 还多雨 对吧 所以 属 往往容易加湿 以属为主 加有湿鞋 高温多雨的情况下 属鞋就容易和湿鞋相和 这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属湿病 属湿病当然有湿 所以它属于湿热的范围 夏天是不是高温就一定多雨 有没有干旱的时候 如果夏天干热无雨 干旱 气温又很高 那么就没有湿些 所以这种 它就是属热血气 就属于属热病 所以属病啊 分为属热病和属湿病 两种类型 属热病呢 当然就属于温热病 属湿病当然就属于湿热病 所以在属温呢 后边咱们可以加个注解 属湿病 属温里边的属湿病 但是它属于属病 属于属温 这种类型 还有没有 刚才咱们谈到的 腐蜀 腐蜀 是夏季感受属湿邪气 至秋冬发病 大家注意 腐蜀是肯定加湿 它不是属热病 所以腐蜀属于湿热病的范围 是热加湿的表现 还有没有 瘟疫 瘟疫是温热病还是食热病 瘟疫也有两种类型 有的是温热病 一派热相 有的是食热病 它既有热又有食 你比如无有可 达元散所治疗的那种瘟疫 有食没食 有食它用草果 没有食用草果干什么 这瘟疫也分温热和食热两类 某个人热病呢 种类就多了 已经重新醇了 好的 雷 风蚊 春蚊 鼠蚊里边的鼠热病 秋灶里边的蚊灶 因为秋灶也分两类 分凉灶和蚊灶 凉灶不属于蚊病的范畴 蚊灶是 冬蚊 蚊病 还有没有 除了这些之外 蚊疫既有食热性质 也有蚊热性质 像鱼食鱼 用清闻拜队饮 是来的那种义 大量用石膏吗 那就属于 温热性质的义病 再有 温毒 温毒对病变 基本上都是温热病 至于温毒这个名词 后边咱们要分析 它不是一个病种 它和瘟疫一样 包括很多病种 那么按这个分有什么好处 按病变性质分类 和按病名分类有什么区别 病名分类 是一个病一个病的家 某一个病 它有它的发生发展过程 是系统内 介绍一个病 你便于掌握这个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这么分类 凑处的是 温热病 不同的发展阶段 胃气瘾血 有它不同的症候表现 不同的症候 湿热病 上中下三角的湿热 有它不同的表现 我们掌握了这个病种 掌握了它的症候类型 就可以 进行辨证 能辨证 就能论知 所以我说呀 按照温热 湿热 这种分类方法 突出的是辨证论知 突出的是证 按照病名分类 突出的是病 是变病论知 但是 单变病能不能论知 不能 为什么 不管是哪个病种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所出现的症候不一样 所以不同的发展阶段 治疗也不一样 那最终你变病的结果 还要 落实到辨证论知 可以说呀 按病名分类 是变病和辨证 相结合的方法 按这个分类 病变性质分类 突出就是证 可以不涉及病 就是我不知道是 冯文是褚文 是褚文 什么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见了这个症候 我就可以知道 突出的是证 那么 吴居同的文病条片 是突出的哪一个 它的特点不是以三胶为刚 并名为目吗 以三胶为刚 并名为目 怎么以三胶为刚呢 上胶片 中胶片 下胶片 这三胶片 讲的是三胶文并的正直 咱们以中胶片为例 中胶片它底下怎么分门 它是按并分 还是按正分 它是这么分的门 这五个是一门 在这一门底下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就一条条里讲下去了 不谈病了 这个病名就没用了 这个病名在哪呢 就在前头 那就告诉您 风温温热 温义温毒 冬温 凡是属于温热类的 当然这里边风温温热 这它这个温热呀 实际上 就是咱们现代所说的春温啊 因为春温比风温的热更高 它是里热外发 来势雄猛 热势很高 所以叫温热 就是春温 温义温毒 冬温 温义里边有温热有食热 它这说的是温热类 就说凡是属于温热类的 这几个病 一条条就讲下去了 面目俱齿 雨声重拙 比如说中胶片第一条 面目俱齿 雨声重拙 呼吸俱粗 大便壁 小便色 舌苛老黄 淡物热 补物寒 日补益甚者 传之中交 杨明文病炎 卖浮红灶甚者 白虎堂主治 这讲下去了 第一条第二条就下了 大家看看 它凑处的是病还是症 实际上这个就告诉你 这些病 属于温热病 底下一条条就讲的是症 实际上 它用了病名 但是分类 但是分类 像这个形式分类 你怎么知道 这一门讲完了 第二门 属文复属 这又是一门 底下 一条条件减下去了 这什么意思 实热病 当然了 属温里边也有温热病 复属肯定是实热病 是实热病 有时候把寒食搁进去 那寒食不属于温病 它是附在实热后边 实热 这又是一门 是不是讲的 实热病 这个呢 它特殊点 因为属温既有温热性的又有实热性的 古代分类和现在不太一样 咱们现在是分温热类 实热类 对吧 过去还有一种分法 叫温热加实热 为什么呢 属热胜 以热为主 湿不如热重 它是热重于湿的病 这么分 它容易像化造转化 湿温呢 是以湿为主 湿邪为主 它们是有区别的 所以它区别 后边 秋灶又是一门 这么分 实际上 它说以三交为刚 那当然呢 上交 中交 下交 以三交来统率整个的文病 分类 那是肯定的 但是说并名为目 这个目就这么个作用 这就是目 实际上条纹呢 是在每一个目下边 你可以看出来啊 它用了病名 实际上 是强调这个 因为它没有讲 每一个病哪些症候怎么知 每一个病怎么知 它把这些综合起来讲 下边是实际上 处处就是症 后世编书 一般都是一句无句同 这个分类方法 走了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呢 是用病名 比如风闻病 初期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讲这个风闻病的 全过程 像咱们这个讲义 就按这种分类 讲病 然后病下边讲症 是采取病名的分类法 再一种就是 按照温热病 食热病分两类 不强调病名 强调温热的各种症候 食热的各种症候 也有这么写说的 两种方法 实际上啊 都和文明条片有关 这几种分类方法 特别是这两种啊 各有各的优点 各有各的好处 但是也各有各的不足 这么分类 对病的概念很清楚 每一个病的发生 发生发展过程都很清楚 但是呢 难免重复 为什么 风闻病 胃热 身大热 口大可 大汗中白红大 用白虎汤 春闻病 身大热 口大可 大汗中白红大 还是白虎汤 鼠闻病 还是白虎汤 这个白虎汤 翻来掉去的讲 重复 为什么 你为了强调 这一个病 从始至终的过程 那么它的症候 你都得给列出来 这个病也有这症 那个病也有这个症 你来回列吧 反复讲白虎汤 这个白虎汤 在咱们这书 出现多少次 这是难免的 因为你要强调 这一个病种 你必须把它叙述清楚 所以这里边 就难免有重复 按照病变的性质 来分类 没有重复 我温热泪 哪些症候 我就把它列出来 它不会重复 但是也有一个缺点 病的概念不清晰 都是症 但具体 风闻病 出现哪些症候 春闻病 又出现哪些症候 这个不清楚 不如用病名分类清楚 所以这个矛盾 解决不了 回避不了 大家考虑是不是 你要讲病名 你就得说 你要是按这个分类 你就没法强调病 所以它各有各的缺点 但是咱们讲呢 把每一个病讲清楚 把各个症候讲清楚 你前面风闻病讲的白虎汤 后边春闻病再讲白虎汤 那咱们就回避了不就完了 写书必须得把它写上 你讲可以不讲 关于文病的范围和分类 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这个分类里边涉及到一个 按发病类型分类 就是新感病和福气文病的问题 因为后边咱们讲病因和发病的时候 要专门讲发病 所以这我只说了一下 分类的方法 没有具体讲新感病福气文病的问题 没有深入的讲 到后边发病时候咱们再讲 下边咱们讲第四个问题 那把文病本身的内容交代清楚了 也就是文病的概念 文病的特点 文病的范围和分类交代清楚了 下边就要涉及到 和它有关的问题了 和它有关的首先是伤寒 在外感病里边 分伤寒和文病两大类 那么你把文病本身的概念搞清楚了 特点掌握了 那么它究竟和伤寒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必须得辩论清楚 因为两千来年不就是在这儿吗 文病和伤寒闹不清楚 所以文病发展才缓慢 今天它已经自己形成学派了 为什么形成啊 就是因为它和伤寒区的派 它们俩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文病和伤寒呢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讲文病和伤寒的关系 那么首先 它们俩是什么关系 再有 它们俩有什么区别 主要啊 要弄清楚这两点 我们俩不是纠缓的吗 那我们俩要缓慢 它们俩要缓慢 就是 在这个部分 它 现在往绘 它们俩 美 ここ 是 这段话非常典型 就从难经五十八难 这段话里面看 大家看看 上海和文定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儿有上海两字 这儿又有上海两字 就从这儿看 跟这俩什么关系 文定和上海有五的这上海 这是什么上海 广义上海 文定和广义上海 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你看五种上海里边 包括石温热冰文定 这都是文定 包括文定 那他们什么关系 这叫隶属关系 它和广义上海 是隶属关系 就是说 温病包括在广义上海里边 因为广义上海 它是泛指一切外感病 那么温病就包括在它里边 这个伤寒 这个伤寒很具体 太阳伤寒 是具体的伤寒病 温病和它是什么关系 这叫狭义伤寒 什么关系 有中风 有上海 有石温 有热冰 有文定 五种 他们之间什么关系 没有 平等的是平类关系 所以大家研究温病 它和伤寒的关系 要把这个搞清楚 和广义伤寒是隶属关系 和狭义伤寒是平类关系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 温病学派不能独立出来 老和伤寒混在一块 是什么原因呢 忽略了这个 过分地强调了这个 温病就在伤寒里头 老强调这个 其实呢 这讲得很清楚 他们是病类关系 但是没有在这边着眼 所以呢 发展就缓慢 今天呢 咱们把这个问题 就搞清楚了 下面咱们讲区别 首先 从病因上来进行区别 伤寒的病因是什么邪气 是寒血 温病的病因是什么邪气 简称就是温血 说温热也对 说热血也行 总而言之 它不是寒血 邪气的性质不同 就决定了 他们导致的病变 一系列的发展变化都不同 首先说 含血侵犯人体之后 首先侵犯哪个部位 这个表 谁主表 伤寒论讲谁主表 足太阳膀胱经 主义神之表 它侵犯足太阳 因为它主表 所以首先是表证 这个表证是表什么证 是表寒表热表实表虚 啊 表寒 实证 咱们这强调寒热吧 温血侵犯人体 首先侵犯哪个部位 这个得根据谁的说法 叶天氏的说法 温血上寿 首先犯肺 这个咱们的 这句话得解释解释 叶天氏所说的 首先犯肺 这个肺指的是哪 啊 守太阳是什么 守太阳是肺经 是不是就侵犯肺经 咱们中医所说的肺 和西医所说的肺一样吗 是不是一个解剖脏器 是什么 是一个整个的系统 这个系统都包括什么 大家说了守太阳肺经 不错 还有什么 有没有肺脏 包括脖和脏 包括脏啊 那么肺脏在里 通过经络和哪联系 体表的组织器官 肺开窍于鼻 外合皮毛 它为什么能外合皮毛 肺脏在里边 皮在外边 他们怎么联系起来的 通过守太阳肺经啊 经络是干什么的 它不是脏腑和体表组织器官 脏与脏之间 脏与脯之间 互相联络的通路 四通八达 肺脏通过守太阳肺经 和皮毛相联系 另外肺开窍于鼻 鼻也是肺的器官的 这是体表的组织 这是体表的器官 所以脏在里通过经络 和体表的组织器官 相联系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这叫肺系 中医讲的五脏 是五大系统 而不是孤立的档器 叶天士所说的 文学上授 首先犯肺 是指这 是这 还是这 都有 首先犯肺 第一步 从鼻入也好 从皮毛入也好 属于不属于肺系统 第二步就通过守太阴肺经 就进入肺脏 在这个阶段 叫胃份 到这个阶段 就叫气份 总而言之 都在肺 所以叫肺胃和肺气 这个大家明白 经常出现这个词 肺胃和肺气 什么意思呢 肺的胃份证 肺的气氛症 胃份证在表层 它不涉及脏 不是脏病 是经络和组织器官的病变 气氛 是脏腑功能的变化 脏腑功能失常了 是脏病 叶天士所讲的 首先犯肺 指的是肺气 都包括了 这不就是 有表入理的过程吗 有皮毛而入也好 有鼻入也好 然后通过守太阴肺经 就进入肺脏 有位分就进入气氛 有表就入理 位分是表证 气氛就是理证了 在五脏里边 只有肺有表证 因为在文定学派的理论 是肺入表 其他就都是理论了 其他脏腑没有表证 所以肺有位分和气氛之别 应该这么写吧 第一步 先请翻表 守太阴 位分 表证 它是什么证 表寒还是表热 因为外感的是温血 所以是表热证 那么请问 足太阳的表寒症 应该怎么治疗 寒血 非心不散 对吧 非温不化 所以用新温的药 来发散表寒 表热证呢 非心不散 还得用心味 非凉不清 这个很清楚吧 这八个字 实际上有俩是重复 结表都是重复的 这俩也重复 就是一个凉一个温的区别 就这个区别 就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 一千多年 就到两千年的奋斗 才把它分开了 所以过去说 用心温治伤寒治法治 闻病 等于是暴心投火 轻者必重重者必死 什么原因呢 它是热血 你大爷用温药 不是火上交由 注热 耗散又注热 所以伤寒和温病 弄不清 分不开 第一步就没分开 所以老师用新温法来 解温病表写 那哪行 这第一步 下一步 如果这个阶段没有治愈 再向你发展 伤寒的下一步 往哪发展 对吧 是阳明里热吧 太阳然后传阳明吧 深大热 口大可 大汗出 买红大 请问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再表示寒 到里变成热了 寒变成热 这个过程是怎么转化的 这个过程快不快 要不要一个过程 是不是马上就进去 为什么 叶田志强 盖伤寒直斜 就是寒血 盖伤寒直斜 流量代表 那就是说 它在体表要停留一段时间 为什么 这问题咱们上次谈了 这问题咱们上次谈了 受寒之后 毛孔是避赛的 这些毛孔都避住了 寒血马上进不去 对吧 所以它要流量代表 要有个过程 然后 然后化热入礼 这叶田志强 这叶田志强 盖伤寒直斜 流量代表 然后化热入礼 请问 这个化热入礼 是怎么化的 比如说 这是一块冰 它怎么就变成热 进到里头去了 是谁把它化的 谁把寒化成热了 是人体的阳性 为什么伤寒病初起 或已发热 或未发热 必无寒 你看初起 也可能不发热 但是必然怕冷 为什么初起 可以不发热 先怕冷 是因为奏礼必散了 寒血进不去 阳气也出不来 正常情况下 我们人体的阳气 是不断地向外发散的 散发热量 所以我们才有抵抗能力 才不怕冷 现在为什么冷的是嘚瑟呢 因为阳气 必在里边出不来了 怎么出不来 被寒血 把这个体表给避散住了 一受它的刺激 收缩了 寒血也进不去 阳气也出不来 所以 它流量代表的时间长 它不能总是这个状态 人体内的阳气 大量地向体表调动 向体表调动 因为有斜 驱逐斜气 所以体内阳气 都向体表调动 阳气充足了 这时候 预波之阳 阳气 阳气 破发 冲破了这道防线 就和斜气 结束上了 阳气和寒血 就交战了 这时候 正邪交争 功能就亢奋 体温就升高 所以它 或已发热 或未发热 必不寒 是初起 然后 才发热 正邪交争了 体温升高了 这时候 如果人的阳气充足 源源不断地向体表调动 就促进了寒血的转化 它虽然没有把它驱逐掉 就像 我们大量的热 烧火 把这块冰 慢慢就化了 是吧 你老给它热量 老给它加温 这块冰不就化了吗 这块冰化了之后 变成什么了 你再给它烧火 它变成热水了 这点热水就进去了 就是说 通过阳气和寒血的斗争 邪气并没有被驱逐 驱逐就好 它没有把寒血赶走 但是它把它转化了 转化成什么呢 转化成热血了 它就进去了 所以到里边 表寒就变成了里头了 这个过程是流量代表 一段时间逐渐地转化 入理 请问 在这段过程中 阳气处于什么状态 在和邪气斗争的过程中 阳气是处于亢奋状态 在亢奋过程中 它消耗不消耗 肯定要消耗 你别看它变成里热了 这个代价是以阳气消耗为前提的 付出的代价 可是相当的重 在这看不出来 再发展 就显出来了 这一堂啊 咱们主要讲了 温病 前面讲的是温病的分类 后边呢 是讲了温病和伤寒 温病和伤寒呢 首先强调了它的关系 后边呢 又讲它们之间的区别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